竹山蠟谷塔兴建议题 在县议员的关心之下 31日下午要求县府相关单位 县地重新会刊 就目前申请案件各项疑虑 一一厘清 吸引了上百位民众前往关心 县议员许书霞强调 申请案件警铃道路问题 就无法通过此案 质疑业者所送资料是否合法 要求县府彻查 因为当跨出公 他们今天那个竹林爷所送的一些计划书 完全是伪造文书 因为他们的一个路边的一个距离 没有紧淋到这个连外道路 所以可以看出说 他送到县政府的这些公文 完全跟那个事实上完全是不符 所以可以说是伪造文书之嫌 所以在这里希望说 我们的一个县政府 不管我们的相关单位 对于我们这个业者的话 真的是要严加来做一个惩处 县议员蔡柱则是呼吁民众继续努力 各级民意代表一定会站在民众立场 为民众发声 这次是他们就是无实力重测 你根本都在变这些民众 变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所以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希望大家思大 要更坚持 尤其是住在家旁边的这些乡亲思大 因为住在家旁边的这些乡亲思大 你们有可能 一定的第一个信息 希望你们都可以提供 无论我们在地这些民意代表 不管是代表会代表 还是议官 理论 我们都允议 来为大家来发声 县议员康志和也强调 从村里长到县议会 一定都会努力为民众发声 为民众权益把关 今天我们竹林园的纳古塔 跌山这个问题 可以说尊向大白 这个成功是我们跌山 地民代表和跌山的理论 和我们这区的所有的议员 打名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尊向大白了 管政府河河河河 跟我们大家骗的是 赤不省政就对了 所以说大家不用怕 我们这个民意代表 大家都跟大家站在会 跟大家站在一边 县议员五类方则是希望 县府能够严格审查 竹山在地的五位议员 一定都会站在民众立场 请民众放心 我们今天管政府 陈处长 率领专科长 和一些主管 来宣定来 我认识 这复杂 希望管政府在这个审查上 可以更严格 在地的五位议员 包括议长 站在民众这边 可以够来把关 新议会议长何胜峰也强调 会以民众生意为意见 也希望大家保持理性诉求 一定会建立为民众争取各项权益 为竹山未来发展 尽一份心力 明日新闻 郑志伟 竹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郑志伟